中共下令審查病毒溯源研究管控論文發表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在4月13日報導指 中共近期對科研人員研究中共病毒的疫情加強了限制 尤其是有關病毒源頭的研究 必先要接受中共當局的審查 只有獲得官方許可後才能對外發表論文 不願意透露身份的中國學者評論指 中共為防疫研究將病毒來源指向中國 而限制學者的做法 涉嫌阻礙中國大陸的科學研究 中共教育部科技師的職員承認 中共當局曾向大學下達了相關的指令 但現在已經將有關的內容移除 除了復旦大學信息科學和工程學院 以及中國地質大學 武漢科學技術發展院在網頁上可以找到 關於加強新冠肺炎科研論文發表管理工作的通知 通知傳達這類論文 都必須經過學校學術委員會審核 重點審核論文的真實性 以及是否適合發表 審核通過後 學校向科技部報告 科技部審核通過後才能發表 另外其他和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的論文 要由所在的學院學術委員會進行評議 備案後才可以投稿 學者說中共將病毒的源頭 畫為科研和報導的禁區 時事評論員張立凡表示 現在病毒的來源是很敏感的 一個是關於病情的報導和防控的政策 因為官方的原因病情被壓制 沒有及時報導和防控 第二就是現在關注到 這個病毒是來自哪個國家 中共現在希望搞亂病毒的來源 香港鎮會大學新聞系高級港師呂秉權 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 中共將病毒的源頭 畫為科研和報導的禁區 它說中國有這麼多專家 某程度上它認為是造反的時候 就加強力度去鉗制學術研究的自由 出發點並不是為人類的健康 主要是為了國家不想尷尬 不想影響黨國的形象 相關的禁令 不理在學術、傳媒以及政治 都是畫了病毒源頭為禁區 觸及到這一方面 中共官方就會用各種方法和名義打擊 《中國流行病學》雜誌的一名編輯透露 其實中共一向都有類似的操作 所有有關中共病毒的論文 由於涉及重大的議題 在投稿之後 必須過足三關才能向外界公布 澳洲蒙納市大學 中國問題學者海大雄 在接受英國《惠報》記者採訪時說 中共政府正在試圖 將一場大規模的災難 轉化描述為一場政府 如何做得對的災難 而且政府還為世界營得了準備應對的時間 爆童說共產黨怕真相 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爆童 在4月13日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的第一個反應說 我想每一個科學家是領導出來的 牛頓也不是領導出來的 外因斯坦也不是領導出來的 科學家研究科學 我看應該就是根據科學研究科學 不能根據政治研究科學 也不能根據領導意圖研究科學 也不能根據國家利益來研究科學 這樣是不行的 爆童質疑共產黨領導一切 他們能否領導到螞蟻呢? 領導不到螞蟻 是因為螞蟻和他們的利益沒有關係 所以他們不會命令螞蟻要向東走 或者向西走 但是為什麼中共領導不喜歡人研究病毒呢? 要研究這個問題 必須要經過他們的批准和審查 好像這個問題的研究 病毒的起源問題 與共產黨的利益 與共產黨的命運有什麼關係呢? 對病毒的起源 爆童表示他不懂 但是學科學不能夠越學越糊塗 是要求真相 如果能夠研究出中共病毒的源頭 肯定是諾貝爾獎級的成就 共產黨害怕科學 所以要來管科學 一定是這個真相出來之後 損害了他的利益 所以他必須要下令禁止這個 禁止那個 如果不是的話 他吃飽飯也沒事做 爆童奉勸當局 關於科學研究 政府應該創造條件 讓科學家自由自在地研究 不應該去管這個論文能否發表 還是說那個論文必須消毀 關於科學研究所 因為科學研究所 需要的努力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